为了调查金华城案 柯文哲住家被搜索 最后一个走出来的是妻子陈佩琪 看到先生身影淹没在人潮 陈佩琪至少说了三次 天啊 他双手提着两个手提包 试图要挤进这大阵仗内 原来他也要上车 因为他被列为金华城案的证人 同样也要到连政署证讯 很快的坐车抵达连政署 陈佩琪下车后迅速走进去 金华城案首要厘清的 就是金流去向 简连找陈佩琪来 会不会是因为 柯文哲曾在公开场合说过 很心疼太太 因为自己都在外面忙工作 家里大小事包含钱 都是陈佩琪在处理 而2018年柯文哲在当台北市长时 陈佩琪指控政论节目 诬陷夫妻俩财产申报不时 向电视台求偿 甚至还累撒法庭 所以如果说你们说我财产来源不明 好像说我以前是利用弱势的病人 去赚一些黑心钱 我觉得我怎么以后面对我的病人 我的同事 这回爆发金华城容积率案后 上个月28号 陈佩琪在脸书发文 魏先生抱不平 并再三强调 家里钱财都是我在管理 难道我这门禁管理员 会这么不称职让人黑带子进来空手出去吗 现在既假账风波后又陷入金流疑云 陈佩琪得接受检调调查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身为证人的他 带到连政署的这两个手提袋 究竟装了什么 TVBS新闻成员人物 他有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